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当代汉语的 最后一次老师上课我们要讲的讲题 在这边 题目我把它定做是困而后学与学以致用 然后从深层语法的角度来探索教学语法 这个lecture我估计的时间大概就是一次上课时间是三小时 那我自己是学习深层语法 这是我的学术阳诚 那从深层语法之后 我到了话语教学相关的系所之后 就开始对于教学语法 跟深层语法的界面很有兴趣 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 把理论可以很容易施行在教学语法 或甚至于实体的语法教学的一个领域 那不过我认为这个领域刚好是一个缺口 没有人做的事我就很想去尝试看看 好那今天我们会进行的方式 大概就是我们会有概括投影片上面这五种内容 首先是深层语法部分 我会稍微解释 那深层语法我们在课堂上讲最主要的精神就在于 一中求同同中求一 然后他要追求原则与参数这两种概念 那教学语法的话则是与深层语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也会稍微的说明一下 那在这中间叫深层语法与教学语法的介绍的当中呢 我会有几个十座的例子 总共会有四个 那也许今天可以cover到三个 然后接下来会比较两种语法的一同 然后最后来做一个结语 那语法这种东西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教学语法 有所谓八大词类三大动词什么六个句式 十二个信息结构 那这种东西是大家都熟知的 那不过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词类 比如说三种动词的分类 或者是所谓的句式只有六个 这种事情其实在你如果到了研究的层次 在语法理论的层次 很多东西都不是定论的 那也就因为不是定论 所以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可以探索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 什么是生成语法 那老师常常说 所谓的生成语法就是 同中求义 义中求同 那同中求义 我们在说的就是 所谓的参数 那义中求同就是所谓的原则 那原则在这个生成语法里面 他其实就是在所有的语言当中 他希望去寻找一个比较抽象的 比较抽象的结构或概念 那这个结构概念是在所有语言当中一体实用的 那很多人会去质疑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原则其实是生成语法 生成语法是普遍语法的一致 那所谓普遍语法的假设都是 所有的语言其实有共通的结构 或是有共通最后基本的准则 它其实是相通的 那这个英文叫做principle 那跟他相对的叫做parameter 所谓的参数 参数是一个同中求意 这是我给他下的一个注解 那我们最常说到的参数 比如说像是语序参数 或是中心语参数 那种参数 事实上是在所有的语言当中 我们说他有一样的东西 可是他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不是任意的 它就像是一个电灯的开关 就是说你在这个语言里头 它可能是设定 有三个设定 它可能是设定为a 那另外一个语言可能设定为b 那另外一个语言可能设定为c 那但是所有的语言当中 都必须要这种设定 这是所谓的原则 那参数就是abc这三种设定 所以生成语法 总而言之就是在讲求原则与参数 那我给他们的每一批 就是意中求同 同中求义 那我刚刚说到生成语法 是普遍语法的其中一个支 一支里头 一个其中一支 那所以呢 这边普遍语法 它有一个定义 我们请个同学来帮我们念一下 好了 请余涵帮我们念一下 这两行字 普遍语法的定义是 人类孩童语言发展的初始状态 因此把它想成 一套教科书上的语法规则 其实是不太恰当的 嗯 那 呃 所以这个设定 如果你是从生物 语言的生物观去看 所有语言机 为什么认为它有一定的初始状态 或是一样的原则 东西 原因就是因为 不论你的小孩的孩童 是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域 那他都capable 他都有这个能力 都有这个蓝图 可以呢 去习得第一个语言 而且这个时间非常的短 人家说 小孩的认知发展 就是所谓的七坐八爬九发芽 这种 有一些俗言会这样讲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七个月的时候 小孩就会坐了 八个月小孩就会爬了 九个月小孩子 牙齿自然的长出来 这是设定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 也就是说 时间一到 它自然就会萌芽的 语言呢 也被类比成这种东西 所以以前Chomsky有一个说法 一个批语 他说 其实 普遍语法 其实讲的就是 语言的蓝图 那他设定是设定在基因里头 小孩子的脑袋里 就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呢 如果把它比喻成 这边讲说 蓝图 教科书上的语法规则 其实是不大恰当 那我会认为更好的比喻 就好像是一个苗 一个种子 一个猪苗 那这个种子呢 它其实已经有长成大树的蓝图 你可以预测 它将来长大会是怎么样的一棵树 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语言的基因程序 那但是他不会自己长出来 语言也是一样 语言需要input 需要很多很多的语音的语意的语句的输入 那小孩得到这些input之后 他就学会了语言 那所以如果以刚刚那个种子的比喻的话 他需要阳光 需要水 那得到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长大 所以小孩学会语言 换句话说 其实是一个语法长大的过程 那这是从语言的生物观去看 那以生物观来看 其实语言是一种人类的本能 所以这边我刚刚讲的内容呢 这里有一些定义 语言生物观的部分 我们可不可以请 也请一位同学 你也请心地好了 语言是人类的本能 直接于遗传基因 可说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基本定义之一 孩童语言发展的初始状态 那普遍语法呢 我们请一话 语言根据基因的蓝图 吸收外在环境的养分而成长 也因此而发展出不同的面貌 造成语言分歧的表象 不过存在所有语言都遵循的法则 嗯 好 所以这边 我们从语言的生物观去看 其实我们就不难理解 这种普遍语法的存在 好 那 在 深层语法的 架构下 最早对于 这种概念有提出详细的说明的人 叫做Norm Chomsky 大家都知道 听过这个名字 那 Norm Chomsky呢 他早年呢 其实他的 硕士 他本来的学位 他是数学相关的 所以他的擅长的东西 其实是用数理的符号或是逻辑的符号 用另外一套抽象系统来描述语言 那这个的好处是 语言本身他就是一套系统 那你如果用语言来描述语言的话 就像我们很多看到参考语法的书籍里头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用描述语言 人描述语言会有circulation 会有那个 解释不完的一些 机身诞诞生机的情况 这就好像我们 在解释词汇的语意也是一样 比如说 你去查一个词典里头 你去查这个香蕉这个语词 那这个香蕉 这个语词 他可能会讲说 一种亚热带的水果 那可能你去查那个 这一种亚热带的水果 他给你的解释是说 就是生长在亚热带的水果 例如香蕉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循环的 A就是BB就是A 但简直没讲清楚 那如果用用数理的语言的话 其实事实上是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 这个短短的一段影片 然后他有这个Chomsky早年的这个影像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我们 今天的课程时间可以看一下 诶 刚播放是没有问题 上次上课也没有问题 今天不见了 好 我来跳出来 看我可以播放一次 看看可以播 可以了 孩子已经已经复制了一个解释 能够的解释 最基本的极限中的文字 所以我们知道 甚至在预处的数据 pot there is going to be 有根源的可以预备 经红人来用这首饭 有 Lang线的文字 它是一种评论的,有些关系的特别的特别 那是所有语言都在全世界上 所有语言人们有什么类似的,什么类似的,什么类似的,他们都做 所有语言人们有一个方法,让事情来说, 没法, Jose 没法, Jose 所有语言人们有一个方法,让问问问问 如果我问问问问问,我低下我的眼睛 从哪里,从哪里,什么名字,谁是那位女士 所有语言人们有一个方法,为了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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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言人们有什么类似的,不仅是一种一种 中文字,例如,一语言,一语言,二语言,三语言 和三语言,三语言 the kingdom of obligatory distinctions male female definite indefinite singular plural past present this is the stock of categories that the human mind uses to schematize experience and chomsky ask the question why is this why are languages so similar why are they all cut from the same mold and his answer was there are fixed invariant principles fixed invariant structural principles which are simply part of the human biological endowment and that determine what counts as a human language. It's because the human brain is pre-wired to accept only certain kinds of languages and that the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have those properties that they do because the human mind has those properties. Those things which are true of all languages are the candidates for what the child comes into the world know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 to which he is being exposed. The child might very well have a plan for what is a possible rule in a human language. So languages can have verbs then objects or objects then verbs but those are two possibilities that every language has one or the other of and the child can simply worry about which of those two versions his language has. What he's got to pick up are the particular versions of the rules that everyone else in the community is using. 好 所以这里有提到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原则的问题 那也让大家看了一下 稍微看一下大人物的大人物 大人那个川斯基一开始 那个人就是川斯基 他的年纪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那在Arizona but anyway 他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就是以前博士班导师 我是蔡卫天先生指导的 那蔡先生就是他在台湾 应该是第二位吧 学生 第二位学生回来台湾的 重点在说 我们认为有原则性的 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那影片里面有提到 那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哪一些 比如说所有语言都有什么 那个会语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 特性吗 嗯 你应该讲 你要讲的应该是词类 是不是 嗯嗯嗯对对对 所有的语言都有动词 都有名词 然后所有的一些东西 一些句子当中 都会有一些成分是像动词性的 那有一些东西是名词性的 所以所有语言都有名词类 那所有语言都有表达否定的方式 就是negation 就是否定词 所有语言都或许有 应该说表达否定的方式 不应该说否定词 因为有些是有的确用一个词汇去处理 好 那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种谈通信的工作 那你要谈通信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种意中求同的工作 好 那怎么样叫做 那个意中求同呢 好 我们请 那个应联帮我们念一下 这边的第一段 好吧 应联在吗 嗯 谈通信是一个意中求同的工作 那么语法学家 要不要同中求意呢 当然是肯定 因为语言在表层上的奇异 是显而易见的 不但每个语言不同 每个方言不同 连每个人的个别语言 都不尽想法 嗯 所以 除了意中求同 语法学家还同中求意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显然语言的表层 它还是有一定的奇异性 我讲的不是 所谓的语音上的奇异 语音当然是 哪一个词是哪一个语意 当然是每个语言的 约定俗称的方式都不同嘛 所以比如说 嗯 英语说的apple 我们说苹果 它只是恰恰好 苹果这个声音 被我们拿来用作 嗯 当作是水果的那种东西嘛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 这只是一种语音上的不同 可是语言其实在结构上 也是有一些奇异的 好 每个语言可能都有不同 每个方言也可能有不同 甚至每个人 他常说的语言 这个我们叫做 Ideolex 都可能会不一样 好 那 新地帮我们念第二段 如果人类孩童语言发展的起点一致 那为什么长大成人后 每个人的语言 却都是独一如二的 关键就在于 外在环境的影响 若将普遍语法 比作根苗 那么孩童 从挂挂坠地以来的 所见所闻 就是养分 这种从外在世界 吸收来的经验 是五花八门的 如父母的教养 同伴间的息息文化的熏陶等 不一而足 所以这是语法 根苗之长的 刚刚对于那个影片的一些概念 那这里有讲到原则跟参数 是我们不断不断强调的 那可是我们又说 每个语言每个方言有些不同 那另外还有一种区分 是内跟外的区分 什么叫内跟外区分 就是普遍语法 他会认为 语言其实有一套内在的知识 他可能是语法 也可能是语言观感上知识 可是呢 另外呢 也有可能是一种行为表现 所以当一个人有这个知能的时候 他有这个知识 可是他也许讲出来会讲出语物 或是因为语速太快 或者是 或者是他明明知道这样 他明明是母语者 可是他有时候也会讲错话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那是一个好笑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就是外言语言跟内言语言的不同 这边要介绍i-language跟e-language 所谓的内言语言 就是基于普遍语法 他的那个语言知识本身 那这套系统 他是有个体性的 他是属于 属于那个 人类心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 那外在语言 就是你发出来 讲出来的话 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形式 那他就有一种社会性跟文化性 跟现实当中语言的使用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我刚刚讲到的语物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老师 其实就是要这么念老师 可是有时候你可能会 讲话讲太快的时候 有点台湾国语 或什么你会说 我的妈妈是老苏 对不对 那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要说的形式是什么 可是他可能 当你在做成语物的时候 他只是一种 language use 在语言使用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现象 所以这是一种外言语言 那并不是表示说 你不知道这个语词 怎么念 怎么发音 对吧 你还是有那个内在知识 那我们回到方法论的部分 所以要研究普遍的语法 有什么方法论呢 那个余涵再帮我们念一下 发觉普遍语言要从分杂的表象之下 以比较方法找出共同的原料与原则 并尝试以合理的假说来重建演化的历程 有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 孩童鸭鸭学语的过程 这是人类语言进化的缩影 对 所以我们用比较的方法来找出共同的原料原则 因为现在才开始有一些影像科学啊 脑影像的那种仪器呢 可以让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进行脑部的照相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脑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脑科学 就是脑影像科学 它能够照到的影像只是很物理性的 很多是非常物理性的 那早先我们没有这些仪器啊 或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从语料 也就是说output 语言的output 我们无法直接去研究刚刚讲的那个内在知能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外在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从整理语要爬书 然后做一些最小对比 从比较的方法来建构 让我们知道这些语料当中 有哪一些些原则性的东西是存在的 好所以呢 以这个研究普遍语法的方法论来说 我刚刚讲的最重要就是去比较 那所有的语言我们刚刚讲 它其实是有原则跟参数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看原则跟参数的话 原学方法的两个面向是怎么样来的 那我认为 原则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所以我下的梅皮是 一中求同嘛 那一中求同怎么做呢 我们请心底念一下 至于解释鲜艳结构 也得内言取向 则以乔姆斯基对普遍语法的阐事为先驱 他落实在生物的基础上谈语言共同之处 认为语言是人类与生去来的本能 也可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之一 乔姆斯基主张对少数语言做深入的刑查 以言义法推就语言中普遍的性质 因此种植不重量 其利润颇有路久原六经接我注脚的气概 因为它是一种 一中求同的工作嘛 所以总是会让人家觉得 当他说出什么来的时候 其实是蛮有气概的 那如果是参数的部分 参数在不同的语言当中会有不同的体现 所以我给他下的眉笔是同中求意 那同中求意其实它就是一种 万变不已其中的一个方法论 那这边有四行字也是一样 我们请应联 描述经验功能的外延取向 以Joseph Greenberg Joseph Greenberg Joseph Greenberg 对语言通则的研究为代表 他主张语言共同处以归纳法寻求通则 很有清代普学的味道 所以大概大家知道一下 他这两个不同的 那讲到这边我们那个 深层语法的部分讲了一半 那为了让那个活动比较多元 那下面我会讲第一个实作的例子 那待会再来请同学 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那等一下那个在做实作例子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可以稍微开一下那个 可以开一下那个各位的那个影像 就是那我现在先开我自己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得到你 这样子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呢 可能会进行的比较顺畅一点 那第一个实作的例子呢 是我们回到头影片 第一个实作的例子呢 是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吗 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谓的约束理论三原则 记得吗 这个Binding Principle ABC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 看得到在中文里头 我们看中文的例子好了 张三说李四批评他自己 那时候他自己呢 只能指的是李四 所以他的index只有J 其他都不行 I跟K都不行 那他的话是相反 他只能是指的是李四 而不能指的是李四 其他人都可以 张三也可以 其他人也可以 所以你说张三说 李四批评他的时候 事实上指的是张三或其他人 那张三说李四批评小美 小美就是小美 他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 他不会指张三 不会指李四 也不会指语境当中的其他人 那最后一个句子 张三说李四批评自己这个部分 张三跟李四都是可以被自己所回执的 可是呢 语境当中的另一个人却不行 那像这种就是 其实他是一种比较原则性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英文的pattern 跟中文的是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把刚刚的分布 用颜色来区分的话 就是其实他自己只能指这个李四 就是他的管辖域里头 他的sicman domain里头最近的 那这个他就只能张三 小美是自己 然后这个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得到三个原则 分别是原则A是照应 就是这个他自己必须在他的局部域当中 受到约束 那代名词在局部域里头是自由不受约束的 那指称语呢是在任何地方都自由不受约束 所以他无论是出现哪个地方 他不会被剧中的另一个成分所引导 所被他bound 就是其实bound就是coindex加上sicman sicman是指结构关系 那coindex是指共值 共值同一个对象的意思 好那讲到这边就来问问大家了 这个东西啊 这个约束理论三原则 你觉得呢 在华语的教学语法是怎么呈现 注意哦 我说的是教学语法 不是语法实物教学 那教学语法的话 就是最具体的实例 就是像各位在课本语法课 那个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参考语法 就是像邓守信先生的当代中文 会有一个别册 然后里头会有一个 列出所有的那个语法点的那个册子 那就是参考语法 那有另外一种呢 是课本当中的 就是比如说世华里头 他一定会每一刻都列出一个语法点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像刚刚这个东西 约束理论三原则 所捕捉到的insight 所捕捉到的 一些语言的现象 是不是属实 他是不是需要去教 第一个是他是不是属实 如果他真的有捕捉到现象 那我们身为华语老师 在学习和语法这门课的时候 就必须要学习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要不要 把它放到教学语法里头 要不要教 要不要教这个东西是 华语老师基础的当然是不大会去决定这件事情 基础的老师可能会决定说 课本中的内容我怎么教 可是呢 当你从一个基础老师进到主管级的 甚至于你到你的职业发展到最后 你可能是一个语言中心的head的老板的主任 你必须决定我们使用什么教材 或是必须决定说我们教哪些内容 或我们要不要自编教材 这时候你就必须取决 你必须知道说哪些语法知识 要放在教学语法里面 那既然这样子请问我们要不要教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要教 它应该怎么呈现 那如果不要教的话 像这种知识 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案 让学生去知道 这样我们就不用教这个principal ABC 我所谓的要教其实不是说你要跟他讲 什么范育啊 什么什么噪音语不用的 其实我的教的意思是说 把这个概念 把这个语法的本质去教给学生 好那我们现在给同学两分钟来想一想 然后待会我们可以请同学 发表你们的想法 那注意等一下讨论的时候 可以请大家开一下那个那个镜头 好那现在线上的同学 如果你觉得这些知识 这个知识 它是必须教给学生的 请举手 觉得都可以啊 觉得不用的请举手 那其他同学怎么样 都可以 其实 要教的话我们就想想看怎么样体现在那个 放在课本里头 应该这样问好了 那你觉得这个需不需要放到教学语法里头去 然后需不需要再呈现给学生 觉得需要请举手 觉得不需要请举手 不需要就不需要还没关系啊 不需要的话我们只要知道说这种知识学生是怎么学学会就好了 他不一定老是要真的教 那我可以先跟同学们说其他班其他班级或是我之前去演讲的时候的经验 那在外面演讲的时候 常常遇到很多同学都说要教 可是呢不是把这个教这个我当我们当然是不可能教学这个东西 但他用的方式都各个不同 有些是用其他语法概念去cover过来 那有些人是用一些教学活动去引导 让学生自然而然就知道他跟他自己跟自己的差别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对但是你们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啊 那个易华你要不要说说看 好那 我觉得其实 这四个principle里面我觉得A跟D的话应该可以 他自己跟自己应该要放到教学语法 但我觉得Binding Principle B跟C的话其实可能跟英语的就没有什么 我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不一定要教 嗯 可是 自己当然是会有差别 但他自己也没什么差别吧 他自己有差别吗 但因为如果因为他两个都包括了自己的一个字 所以如果你就只说了Binding Principle D 或者你只说就我们不要说Binding Principle D 就是你教了自己的话 他们可能有些会有时候会搞混 到底他自己跟自己是不是一样 可是像这种情况你的意思其实是需要直接的把这个Principle交给学生 对不对 啊不是我要说就我要教自己的话到底指色是哪个 就指色如果是B的话只有张三跟理事都可以 嗯 所以要跟学生讲这件事吗 自己可以是 但是当你说这句话张三说李四批评自己的时候 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 对我觉得要说 但你要说这个的时候其实你可能 你不用很在意的说他自己 可是你要说他自己 就当你教自己的时候你要说他跟他自己不太一样 嗯嗯这个区分说出来 OK 那也是用活动的代应的方式吗 对 OK 那呃有些学人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我们需要 呃另外做一个学习单 然后来比较他自己跟自己 然后给很多很多语料 然后让同学呢呃 量量练习Pairwork 好或是群组练习 然后那些语料然后让他们知道那个指色是谁 好那包括自己的部分又非常复杂嘛 我们有讲过说他包括他有那个 呃远距离可以指张三也可以指李四以外 他还有语境的影响 好当你说张三说李四批评自己的时候 如果你比了手指指了他 然后张三说他批评自己 这时候一定会是他 对不对 那但是你说张三说李四 张三说他批评自己 其实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用手指指的话 他可能是他也可能是张三都可以指 好像这种blocking effect也是可以去用一些活动去教的 好很好 感谢同学的意见 大家可以踊跃发表意见 好那这边是binding principle 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binding principle 那我们就接下去讲深层语法的部分 finding principle的话 嗯 就到这边了可以吗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讲深层语法 那嗯 嗯 那嗯 现在我们就要来细讲principle and parameter 内涵了 好刚刚讲的是原则跟参数是重要的概念 那现在要讲什么是深层语法的原则当中的细项 那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有六个原则是深层语法当中重要的原则 成细的结构 树状结构 还有两叉的树状 两叉的以前可以画很多叉 现在树状图都只有画两叉 还有成分 然后跟词类 那地回也是 地回是说你永远可以再造更长的一个句子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汉语里头修士语可以做叠加 比如说张三的书 那你可以说这本 张三的书 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你的前面的修士语还可以再叠加 这本昨天买的张三的书 那因为修士语一直都是在附加在名词前 所以你可以一直叠加 这本昨天买的张三的书 或者你可以说 这本厚厚重重的昨天买的张三的书 你永远可以再叠加 所以你不能够 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句子是全世界最长的句子 这跟英文的关系指句一样 你可以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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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做附加 那附词也是 你附词也可以一直做堆叠 这些都是地回 那还有中心语 中心语就是一个词组里头都会有一个中心 比如说动词组的中心语通常就是动词 那其他的壮语啊 通常就是加在外面去修饰他的 除了动词之外 明字竹也下明字竹一定会有中心语 所以在生成语法当中的原则大概就有这几项 就是我们一定都是成细的结构 有成细的结构 也有竖状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的竖状结构一定是两分差的 然后我们语言当中一定都会有 语句当中都可以归类成分跟词类 然后还有地回跟中心语的特性 那我们首先来讲成细结构与竖状结构 那有些理论语法会直接的讲 就是句子当中的词像要怎么样组成一个成分呢 也就是说哪些字要归在一起呢 其实这个就是成细结构的一个概念 刚刚我们要讲的 那成细结构里头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英文里 中文里头有这样子的例子 老船长请那些老男人和女人走下船去 这个例子 那这个句子呢 可能有两个语意 如果大家这样看的话 你们觉得是哪两个语意 慧宇你要不要说说看 船长请那些老男人和女人 这红色的部分 老男人和女人 他有哪两个语意 那个女人可能是老女人 或者是没有限定年龄的女人 对 所以老男人和女人 有可能是那些老男人和女人 可能是老男人和老女人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老男人和 所有的女人 或是就是不分年龄的女人 对不对 那要如何决定是哪一个语意解读呢 通常是根据句子当中的成分 怎么去划分来看 所以呢 其实这是结构的问题 当你的老这个修士语 他是被划分在这个男人和女人 这个对等结构的外面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种平均分摊的 平均分摊 就是distributive 老男人 而且也是老女人 所以他是对等把这个老的特质呢 把它去放在男人跟女人上面 那可是呢 B的这种解读的话 他是老男人跟女人 那事实上女人已经不受到老的修士了 所以结构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结构 也就是说 字的群组在树状图结构当中 可以形成不一样的层细结构 当你是刚刚第一种解读的话 会是右边这个图 你的男人跟女人 这个对等连结结构呢 是整个受到这个old的修士 所以这个old这个老的这个特质 才可以平均的分布在这两者上面 可是呢 你如果得到的解读是老男人 是一个群组 但是呢 女人呢 是不分任何年龄的 那他可能是自己就是一个单位 所以这两种树状图正好说明老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不同层细结构 那所谓层细结构其实就是说 自此如何被划分 那大家要注意是每一个结构 其实他会对应到都会对应到一个语意诠释 所以左边的语意跟右边的语意都不一样 那我们回来看 其实他的表面形式老男人和女人其实语音形式都是一样的 语音的组成次序也都是一样的 可是却有这两者不同的语意 对吧 好 所以这就是层细结构跟树状结构 那接下来我要说一说成分 成分 成分这种东西就是其实句子当中 哪一些字串可以自然的分组 英文我们叫做constituents 所以英文的定义是constituents are the natural grouping in a sentence 所以以下面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男孩找到这只小狗狗了 这个当中这个男孩 我们知道他会是一个自然的 这个groups of words 是一起的 你绝对不会说这个男孩找是一个东西 可是你会说这个 你会知道这个男孩是一个成分 是一个东西 那到这 这个第二点就显然不是一个东西 因为这只小狗狗才是一个成分嘛 对不对 那成分的存在不是说 我们母语者 我们母语者当然这是潜意识当中知道 可是当你是二语习得者的时候 你不能假定他们会知道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刚学一个原语可能全部都是声音串啊 老师一直哔哩巴哒哩的 就是声音的一串一串的声音 他怎么 他要首先可以知道 哪些东西是group together 是自然的 是在一起的 对吧 这是很重要的 那语言学家呢 那语言学家呢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母语者 他内在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 比较客观的检测方式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证明一个音串是不是一个成分 其实有一些方法的 其实有一些方法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他是不是能够独立存在 比如说他能不能当作问句的答句 当你说这他你在笼子里看到什么啦 你说这只小狗狗 所以你知道这只小狗狗应该是一个成分 所以我们刚回到这个句子里头 这只小狗狗 这是冰语 对不对 好没问题 那第二个测试呢 叫做取代 取代的话 我们通常是用代词 如果一个音串 可以用代词来替代他的话 那通常他就会是一个成分 所以当A说你在哪里找到这只小狗狗 如果你回答说 我在公园找到他 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他是一个代词 他可以替代这只小狗狗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这只小狗狗是一个成分 因为他是以他为单位来被替代掉 来被取代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位 这个我们在讲话题结构的时候 有讨论过 他是基础生成还是一位 如果是一位的话 他是move as a unit 意思是说他以一个单位 来移动 表示他一定要是一个成分 不成成分的东西 事实上是不能以为的 所以当你说 这个男孩找到这只小狗狗 你可以说 这只小狗狗啊 被那个男孩找到了 那这个这只小狗狗啊 他必须是一个东西嘛 所以你可以以为他 那如果这些成分放到树状结构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所谓的树状结构或树状图 其实就是 刚刚那个句子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呢 这个男孩 他必须是一个成分 所以他在树状图当中 是有一个节点 去代表他 那同样的 这个冰雨的节点在这里 这只小狗狗 是他的冰雨 在这边 那找到这只小狗狗 是一个动词组 所以在这边 所以这有一个节点 代表他 那整句话呢 是这里 所以这个男孩 找到这只小狗狗 所以树状图当中呢 每一个分叉的节点 事实上都代表了一个成分 每一个成分在树状图当中 也必须要一个节点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principle 第二个原则就是所谓的成分 刚刚讲的第一个是成细结构 第二个是成分 那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原则的部分 principle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要讲parameter 就是所谓参数的部分 原当中呢 也有参数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想先暂停一下 因为现在时间是10点06分 我们给同学休息一下 再进到下一个部分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原则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来讲讲 生成语法里头的参数的部分 参数的部分 我们刚刚强调了很多次 叫他做同中求义的一件事 那普遍语法当中的参数呢 最显为人知 或是我们在课堂上常常讲到的两个呢 其实就是语序参数 跟中心语方向参数 语序参数呢 就是指着 语言当中都一定会有 主语主位结构嘛 主语位语 那位语又变成 又又分成动词跟兵语 所以就是主位兵这种东西 可是这个不是 这是汉语的次序 那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这样子的次序 它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可能性 所以叫它语序参数 中心语参数则是 一个词组当中什么成分是中心语 那它的例子最主要是以句子当中最大成分就是动词组 动词组通常会有动词跟兵语两个部分 那所以动词组当中我们知道动词是它的中心语 那如果你的语序是VO语言的话 它就会是动词组就是动词在前 是中心语在前的一个语序 我们先看看语序参数好了 刚刚说了语序参数 刚刚说了语序参数 语言当中呢如果有这三个成分 语、动词、宾语的话 那基本上像在汉语跟英语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词序 那不过呢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次序 那我们常常讲说三种成分 如果去做排列的话 去做这个可能性的排列的话 可能会有SVO、SOV、VSO、VOS 或者是OVSO、SV 六种可能性 三乘二乘一三阶嘛 那所以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体现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语序 它所包含的语言都是数量是一样多的 不过呢所有的语言的这个 就是语序都是可能的 那当然很少可能 你可能会说老师可能很少语言是OSV这样子的语序 那其实事实上还是有啦 那OVS 这我就不确定了 OVS可能是非常非常少 这我应该是有可能没有 这要去看看Greenberg的书 但不管怎么样呢 SVO我们说是华语序 那日语它是SOV 英语是SVO 那VSO是我们的南道语 以阿美约代表的话动词在前面 好 那以动词后置 就是说V在后面的语言的话 通常你在树状结构图里面看到的 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图 那如果是中心语在前的话 比如说介细词组里头 for people它介细词是在前面 好 那画出来就会像这样子 好 那以那个中心语参数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中心语 如果以动词组来看 那个有可能动词组 动词在前 有可能动词在后 那动词在前 我们所谓的VO语序呢 是把修饰语放在后面的 通常 VO语序的语言 通常它的那个 比如说它的名词组里头 它的修饰语通常是在后面 比如说英语就是这样 比如说The girl who wear the mask 就是戴口罩的那个女孩 那who wear the mask 是在The girl的后面 那汉语里头呢 我们却要说戴口罩的女孩 对不对 那修饰语是在前 中心语是在后 那你说老师不是啊 修饰语 我们跟英语一样是VO语 为什么我们的修饰语在前面啊 对不对 戴口罩的其实是在前面 好 那这就关乎一件事 首先我们现在看SVO里面 有可能有哪些修饰的方式 以主位兵这三种成分来说 那名词组里头的汉语的定语 是在主语前面 所以是修饰语在前 中心语在后 那动词组里头呢 则是有前面修饰它的壮语 跟补语 那补语跟壮语分别就是 从前面修饰跟从后面修饰 那你会说 老师那我们这个语言到底是 虽然看起来是VO嘛 看起来修饰语应该要在后面不是吗 你刚刚讲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呢 为什么会是像这样 有可能前面有可能后面 那汉语到底是VO语言 还是OV语言 那原因是在历史上的考量 古代汉语有很多学者认为 它是OV语言 也就是OV语言 也就是它的修饰语是在前 可是呢 现在直观的语续却又是SVO 所以SOV的特色 有可能是从古代语言去残留下来的 那这是一种说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实作的例子 就是到这边我们那个 生成语法的部分 包括原则跟参数 我们都已经讲完 到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吗 好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实作的例子 这边要讲的第二个实作例子 叫做对等结构删略率 对等结构删略率 其实是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弱 那它主要要捕捉的是一个对等连接词 前面跟后面必须连接一样成分 那这样子成分 你如果有一样的东西 就是假如说有一个成分 它是一样的词 那这样其实其中一个可以删掉 比如说当你说张三唱歌 又想说张三跳舞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张三唱歌而且张三跳舞 可是听起来总是会有点笼坠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说张三唱歌而且跳舞 或张三唱歌又跳舞 就是等于连接词在这边的时候 你把第二个张三会把它删去了 那这个原理还蛮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谓经济的原则 我前面都讲过两一 为什么要讲两次张三 前面讲过一次 我后面应该不当再讲了 那第二个呢 是张三唱歌和小美唱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重复的是唱歌 可是我们通常呢 不会删前面 不会说把前面的张三删掉 对不起 不会把那个前面的唱歌删掉 应该是这样的 抱歉我修正一下 已经改过很多次 常常都还是变成这样 好 回到我们的头影片来看 当你讲了张三唱歌跟小美唱歌的时候 你会说张三和小美都在唱歌 所以你会把张三和小美连在一起 第一个唱歌把它删略 再说一次 当你有张三跟张三两个重复的时候 你做对等连结的时候 你会说张三唱歌又跳舞 把张三删掉了 可是张三唱歌 而且张小美唱歌的时候 你会说张三和小美都在唱歌哦 你会把第一个唱歌删掉 那什么时候是删第二个一样的成分 什么时候是删第一个一样成分 这是universal的 这是跨语言的 所以当你说John san and John dance的时候 你会说John san and dance 对不对 那当你说John san and Peter san的时候 你会说John and Peter san 所以这其实是跨语言的 所以当你的这个张三重复 你一定要删掉第二个 可是唱歌重复必须删掉第一个 好那我们说这个 这个原则就是重复的音唱不要说两次 这个很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经济原则就是我们说话要懒惰 同样才刚刚才讲过的 我不要讲第二个 但是有没有 如果你要写一条语法规则捕捉这个现象的话 请问你会怎么说 你写出来的规则可能会像什么 余涵要不要试试说说看 先给大家想一分钟 好余涵 如果像第一个张三唱歌和张三跳舞的话 我可能会把它写成NP1 NP然后VP1 然后跟NPVP2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觉得很明显的是 就是NP的部分重复 然后它就可以把它删绿 所以删后面的 然后下面就是用同样的部分 那下面就会变成有NP1跟NP2 可是它们的VP部分是一样 所以VP也可以把它删掉 你的意思是说 你直接用持组率写对的句子 对 所以你不管它删哪一个 你就直接写NPVP1VP2 NP1NP1NP1NP2跟VP这样 这两条持组率 对可是因为我是现在用这个 例句下去下去想的 对啊 那这样会不会每一个不同句子 都有不同持组率 其实都是同样的现象 就是有时候删第一个 有删第二个 不过这是一个好方法 这是一个option 我来告诉大家解答好了 事实上呢 如果用口语来说这条规则的话 当然那个形式化以后 它会有复杂的抽象的语言来定义它 我们刚刚说那个Trumpsey上场是 用那个数理语言来定义它 但是其实用简单的白话来说 删略率这种东西就是这里写的 以连接词为中心 以重复音串的方向为基准 做反向的省略删除 我这里很惊讶的 好像很厉害 但其实听不懂对不对 连接词为中心 重复音串的方向当基准 反向的省略删除 好来看 这时候结构数就用上了 我们把刚刚那个张三唱歌张三跳舞放在这句 张三唱歌张三跳舞 我们以对等连接词为中心 张三唱歌是一个句子嘛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成分S1 对不对 张三跳舞是一个句子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S2 那这里当然可以是NP2 那前面是NP1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以对等连接词为中心 重复的音寸的方向为基础 重复音串是谁 重复音串是张三跟张三重复嘛 重复音串的方向就是左差 对不对 左差为基准 做反向的删除 那我就要删掉 左边这个还有右边这个 所以回来看我们定义 连接词为中心 重复音串方向为基准 做反向删除 对等连接词为中心 重复音串在左边 以重复音串的方向为基准 做反向删除 删右边 好 那现在我看右边的句子 右边句子是我们刚刚的第二句 张三唱歌和小美唱歌 对不对 一样 一样 以对等连接词为中心 对等连接词在这里 重复音串的方向为基准 重复音串是右差 所以重复音串为右边 做反向删除 我们删除左边的唱歌 所以一样是右边 我们删除左边的唱歌 变成张三唱歌 变成张三和小美唱歌 所以再说一次张三唱歌张三跳舞的时候 我们会删掉右边的 是因为它是重复音串在左差 我们删右边 现在唱歌跟唱歌重复音串在右差 所以我们删掉左边的唱歌 表面形式就变成张三唱歌跳舞 跟张三和小美都唱歌 清楚吗 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分两条规则来说 这个为什么删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重复啦 前面讲过啦 那这里唱歌唱歌前面也讲过 为什么不是删后面的唱歌 为什么你不说张三唱歌和小美 对不对 同样的第一句你为什么不删第一个 为什么不说唱歌张三跳舞 对不对 好 不会说啊 当然你不会说 可是你不能预想那个二语习得者 他会预设怎么样是可以说 怎么不可说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可以 怎么不可以 你就是要教他怎么样可以 怎么可说 怎么不可说嘛 那这个规则显然 这个以连接词为中心 重复音串的方向为基准 做反向的省略删除 显然不可能 你去跟学生讲这件事情吗 对不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请问 首先 这个也需不需要教 这两个 你需不需要教他说 你不可以说张三唱歌 唱歌和小美哦 因为张三唱歌和小美 好像是把第二个唱歌 省掉很合理啊 重复我们不要讲第二次 对不对 你不可以这样讲 你要不要跟学生 你要不要教他 然后还有就是他放进 如果要的话 他放进教材会长得什么样子 如果不教的话 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替代的方式 让学生知道这几个句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里简单捕捉到一个现象是 我怎么删是对的嘛 那如果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很容易决定 对不对 好 那华语教学的 教学语法 你觉得 该不该教 第一个 然后还有 教或不教之后 怎么呈现 好 也是一样 给两分钟给同学们想一下 我让大家看这一张 好 慧云 你觉得 我觉得 我应该不会特别说 哪一个可以删 哪一个不能删 然后可能主要也是用 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对应的 就是英文都有对应 然后形式也很像 所以应该不会特别说 这个规律这样 嗯哼 那 如果学生问呢 如果学生问说 老师为什么不能说 张三唱歌小美 如果学生有问的话 可能会稍微 可能会稍微 讲一下嘛 OK 那一年呢 你觉得 也不会讲 那个 重复阴川方向的这个规则 就是太难了 学生大概是听不懂的 但比如说 如果他问他 为什么不能张三唱歌小美 可能就这样子 就比如说这个个案 去跟他讲说 因为这样小美就没有唱到歌 所以唱歌要放到后面 你应该要跟他说 要说张三唱歌小美也是 用另外一个句式 是不是 对 之类的 之类的 OK 看下小美没有动词 嗯 好 那 我 讲一下 我听到过的 也不错的方式 给大家 作为参考 我曾经在 师大演讲的时候 学生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讲对等三言 我们顺便在 把这个东西 放到 教主位结构的时候 好 这时候我们在教主位结构的时候 因为张三是主语 唱歌是卫语 有卫兵在里头 所以呢 嗯 你可以跟学生说 嗯 我们现在卫语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唱歌跳舞 所以我们要把卫语 放在一起哦 那张三就被挤掉 就不见了 所以你就要说 张三唱歌跳舞 那如果你的主语 现在是 一个是张三 一个是小美哦 我们要把两个主语 放在一起哦 所以呢 就会变成张三和小美 在唱歌 一起唱歌等等 好 那这个的概念是 把对等连结率的 删略率 放到主位结构里头去说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在教主语 谓语的时候 我们说 好 现在我们有 两个句子 如果他的主语相同 跟他的谓语相同的时候 结果是不同的说法 只要把主位结构 这个概念带进来就可以了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好吗 这样就是在 直接教主位结构的时候 顺道一体 对等连结的方式 听得懂吗 首先 于翰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大概可以 就是教主位结构的时候 你知道句子切在张三跟唱歌中间 所以就可以跟同学说 如果 谓语重复的话 如果主语重复的话 第二个神调 谓语重复的话 第一个不要讲 那这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什么 以谁为中心 谁为方向 做什么三 对不对 很好 这是教学语法的部分 那 接下来呢 要讲 对 刚刚是讲了深层语法 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把深层语法全部讲完 然后我们讲了两个实例 接下来我们要讲讲 教学语法跟第三个实例 教学语法来说 其实教学语法 你根据你教什么东西 跟你教的目的呢 其实可以分作母语教学跟俄语教学 所以呢 母语教学 通常是在中小学嘛 在本地的中小学的时候 你去进行教学 那会跟语文教学来做连接 事实上现在台湾中小学的课本里 都是语文知识 多于语言知识 也就是说 结构 原的声音 原的结构 跟原的词汇 通常呢 没有像语文那么被强调 那除了母语教学 还有一种教学 叫做二语教学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华语教学 就是二语教学的其中一种 是把华语当做第二语言来教学 那华语教学语法也包括 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 第一个叫 一种叫做语法规则集 那语法规则集 我们把它称作是 重视教学内容 其实事实上就是在课堂上 你会去推的 会讲的东西 那另外一种叫做参考语法 参考语法就是 我们老师会常常用到的 所谓的语法书 这是教学语法 他华语教学 本身 华语教学语法 本身的定位 那华语教学语法 有一种特质 应该说有一些特质 首先第一个呢 他必须是我们常听到 实用 适用 管用 我记得有一次邓守信先生来 学成演讲的时候就讲过这个 实用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语法专案 就是你在教语法的 你的教案安排 要实用 那语法点的描写跟解释 必须很实际 所以语法体系的建构 就会显得实用 第二个试用的意思其实是说 好用跟够用 试嘛 所以一定要够 可是试又不能多 所以是好用跟够用 所以不多不少 他对不同的教学物件 会有不同的变化 最后一个是管用 管用指的是这个语法的教案 他能够解释 而且满足语法扩展的需要 所以管用只能解决 结构层面的问题 不能要求管住所有问题 因为那有点不切实际 OK 所以这是语法 教学语法的特质之一 教学语法不止这个特质啊 他的特质第二个呢 他必须可以简明可操作 简明就是简单清楚 而且你因为你要用在教学上 所以教学语法 在语法教学课堂当中 必须是可操作的 那这边有五个细项 首先第一个是搭配适切的理论 那有些人会认为要用最少的理论 所以教学语法是实用的语法 那必须不要太过依赖理论 OK 那这里讲的搭配适切理论 并不是说老师不用理解理论 那有时候常常老师不了解语法之后 你很容易去造出并句 所以是搭配适切的理论 那适切的理论是什么 这就众说纷纭 对不对 那当我们学的是生存语法相关 或者是你可以学功能语法 然后去做搭配的理论 那也有人去做那个LFG 就是词汇功能语法 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 语法的种类 你说理论语法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选择 那你要搭配你所懂的 然后第二个要用精简的概念 所以要用少一点的概念 不要太复杂的概念 然后使用的时候要用简约的语言 所以解释面也不能太复杂 当你在跟学生解释的时候 第四个是要让学习者可以举一反三 所以规则应该是最大限度 他有一种概括性 那让学习者可以因为理解这个规则 然后他可以举一反三 最后就是有潜入深跟循序渐进 那因为老师本来就要根据学习者的习得顺序 来编排语法点 对不对 所以教学语法跟理论语法不一样的特质就这两点 实用适用管用 解明可操作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华语教学语法的基础还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 首先就是华语教学要面对三个基本的问题 这边有一个type 对外汉语教学是那个内地的用语 那所以有三个基本问题是哪三个呢 教什么 怎么教跟怎么学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任何人都可以知道说 我要教一个人外语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教什么 怎么教怎么写 怎么学 教什么的问题呢 是汉语本体 这边我们请同学念好了 比较不会大学 很无聊 硬帘 第一点 教什么 教什么的问题 是汉语本体的问题 就是先决条件 如果连教什么都不清楚 或者对所教的内容缺乏足够的研究 很难想象靠教学法的突破 能够弥补这一缺陷 嗯 所以教什么本来就是本体嘛 就是语言本身 所以他有可能是属于语言学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请一连 刚是一连吗 那请新帝 怎么教的问题是教学法的问题 在教什么确定之后 怎么教的问题 就会提上教程 OK 那怎么学呢 汉语 怎么学的问题是习得与认知的问题 涉及到学习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OK 所以怎么学其实比较像是认知的问题 那所以总结来说 汉语本体 你要决定教什么的时候是汉语本体嘛 所以汉语本体是语言学的问题 怎么教他这个问题是教育学的问题 怎么学它是一个认知科学的问题 OK 那华语教学语法身为一个教学语法 它其实也有一些细项 我们刚刚讲说那个 生成语法 它有这个原则与参数 那原则跟参数都各自有它的细项 教学语法 华语教学语法也有几个细项 首先呢 教学语法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以它必须有别于理论语法 教学语法与学习者导向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把理论语法拿下来 抄上去 就当作是一个教学语法 必须与学习者导向 必须与目标语为导向 所以目标语就是华语嘛 就必须与它为导向 好 那还有就是教学语法 它必须是累进式的 这一定是学习的一个历程嘛 语法点它依照难易度 见真通常会分好几个层级 所以这样子的看法跟第二语言教育的传统 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教学的内涵 语法点分成初级中级等等 不同程度进行教学 那也可以依照学习的成就程度来分级 这是第一个累进式的 然后第二个是排序性的 和教学语法累进性有相关 就是所谓语法点的排序 累进的意思是要把语法点 组织成不同的等级 那排序就是这种等级 那你去把它做一个结构化 结构排序会依照有一些 基本的关联性的要素 比如说情境啦 词汇跟结构 那情境词汇结构这三个里面呢 情境比如说是交谈时候的语境 有时候是无效 那有些结构的排序是假设条件中立 比如说在什么什么之前 在什么什么之后 这种是一种假设条件 就是以这个来说的话 可能有四个可能性 比如说我们常会说 如果A的频率如果高于B A就要在B之前交 那请问旧跟才要哪 谁先交谁后交 等一下请同学回答 如果A的结构比B复杂 那先交 当然是先交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A会在B之后 那A的语义比B复杂 那当然也是先交简单的 A会在B之后 A的跨原差距比B少 就会在A会在B之前 所谓跨原的差距 意思是说跟学习者的母语来比较 那也有可能是他 两个方言当中也有跨原的差距 那如果差距比较少的 通常就会先交 所以某一个方言当中 或某个语言当中 他跟他别人的母语呢 是差异很大 通常会晚点交 好所以这边有几个问题啦 请问旧跟才 我们要先交什么呢 会 觉得 这个常常见到的例子吧 应该会先交旧 对 因为他考量的是什么 频率嘛 对不对 那动词后跟动词前的主语呢 当你看到两个句子 有时候主语在前 有时候主语在动词后 请问哪一个先交 Sindy 比较简单的先交 就是 比较常出现的 动词前的主语 对 那语意呢 能跟会 首先先讲能跟会有什么语意 能它是一个模特主动词 它有两种ambiguous的语意 两种奇异的语意 当你说 我能来的时候 意思是 有这个possibility 就是说 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来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来 还有一个就是能力的问题 比如说 我能 我能 我能跳 我能跑 100公里 它其实是一种能力的问题 会就更复杂 会会它有很多很多不同 它可以表示未来 比如说它会去台北 其实是一种 同时是possibility 可能是可能性 也可能是未来 对不对 它明天会去台北 它可能是在标记一个时间 那我会说法语 其实它在标记 它在说的是能力 我会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种是可能性 比如说天会下雨哦 其实它不是天有这个能力去下雨 它其实是possibility 可能性 那在这种情况是假期 你问你要先教能 还是先教会 会语 先教能 因为就是语意上 比较没有会那么复杂 对 好 那最后一个跨语言的比较 我们有别跟蹦 这两个词汇 请问你大概会先教哪一个呢 雨涵 先教别 嗯 为什么 因为 其实连蹦 就是我们生活中都不太会用到 那别它的语意 好像就是在语言上面 是其他语言都 比较能够去找到同用字的 对 蹦其实是一个 很特殊的 就是很少语言 如果以学习者的母语来看的话 跨语言的差距通常会比较大 因为很少有语言有蹦这种用法 OK 好 这边呢 这张同影片我要讲的是 规范的语法跟描述的语法不同 这个我们在课程上曾经讲过 语法它可以分为规范的跟描述的 那描述的话通常是 它去观察使用者怎么使用 然后写出来的语法是告诉我们使用者怎么说 可以说 怎么说 不能说 可是呢 规范的语法是你直接写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规定性的 也就是说 你就是要告诉别人怎么说可以 怎么说是病句 怎么说是坏 所以像以前古代一些宫廷语法 它会写说 我一定要讲怎样怎样才是优美的语法 另外这样讲就是错的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会讲说 你不可以说 It's me 你要说It's I 之类的 这样才是符合你的身份地位或等等的 这个叫做规范的语法 那想请问一下同学 这边有一个影片 我不一定让大家看 不一定有时间让大家看 但是基本上 教学语法 它会是一个规范的语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老师们都要纠错 对不对 我们不得不让告诉学生说 这个句子是可以说 那个句子是不能说 但是这个 以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说的话 可能会认为 他写出来的语法 如果是规范就是不行 就是不好 那原因是因为立场的不同 对不对 但是以教学的立场来说 规范并没有什么不好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下一个实作的例子 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个 这是之前已经在那个讲 音调的时候用过的投影片 这是三声变调的例子 所以三声变调我们很清楚 就是当你有三声字词的时候 如果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话 三声的字的第一个要变成二声 所以想跟法会并念成想法 那所以我们如果把普通话的三声变调规律 设定成三三要变二三的话呢 那 如果我们有五个三声字叠加在一起 你说老师这怎么有可能 当然还是有可能 那要怎么做 如果是三三变二三 从左到右apply 从左到右施行 三三就变二三 三三就变二三 你会得到二二二二三 因为三三就变二三 三三就变二三 然后这个三又跟后面的三变成二三 然后这个三又跟后面的变成二三 对吧 那相反的如果它是由右到左的话 三三要变二三 然后这一个下一个三三又变二三 所以你会得到了这个三二三二三 所以线性语法来看的话 三变调有这两种可能的结果 二二二二三跟三二三二三 对不对 成细语法呢 则不能这样子说 为什么 因为当你老李买老九 你有可能会变成二二三吗 其实这个线性语法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老李买老九 全部都是三变的时候 你念成老李买老九吗 当然不会 你会不会念成老李买老九 当然也不会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只是证明了结构优先 也就是说老九是冰语 结构优先要先编二三 老李跟老九都要先编二三 所以会变这样 那中间这个有还有一个三三 所以他也会变二三 你说好老师结束了 老李买老九 对这是我们最终的念法 那不管怎么样 三变调对于华语学习者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你光叫他念两个三变 念成二变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更何况是有三个三变字 四个三变字 五个三变字的时候 他怎么念他都不对 对啊 那因为他是一个一张白子 他只知道那些字都是三变的 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念 同样的一个问题 跟刚刚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首先是三变调交不交 交不交 第二个怎么交 如果要交 怎么交 在教材里要怎么呈现 老师要怎么带 真正的教学活动的时候 教学层面 如果不交 怎么办 学生一直讲错 要怎么办 通通通都用纠错来解决吗 给大家一分钟想一下 然后待会会问惠宇跟义华的意见 没关系他不交就不交交就交嘛 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总是有方式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那你要不要放到教材里 要不要去让学生确实的学刚刚那个规则 这是一回事嘛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规则 但不一定所有的规则你都得用 你总不可能 Binding Principle 你那个约束三原则 你总不可能跟他们讲什么管辖欲什么之类的吧 对不对 这个一定就是不会交这些内涵 那三生变调 你如果不要像刚刚那样的教 你又要怎么呈现 那如果你要教 你是用刚刚的呈现方式的话 你觉得效果好 或是觉得学生什么困难 都可以请大家表示意见 好 我现在看到一华说教 一年说教 全部的人都说教啊 没有人说不教啊 就这么复杂的东西 不过 不过刚刚也讲到了 这本来就是那个 学习者很大的难点嘛 对不对 以华语来说 好 那我们就请慧宇所说看 为什么要教 那怎么 你就这样教吗 我之前教的时候 好像就只有说 就是如果碰到两个三生的时候 第一个要变掉 然后结构部分就没有细讲 然后如果就是他有疑问 我是直接跟他说 因为这样念比较好听 所以就是用这个方式 江念比较好听 然后就一直一直揪他 一直盯他到对的念法 对 那你觉得他会被困惑 我的意思是说 他会被困惑说 为什么老九的时候是二三 那为什么买老九是三二三 为什么不是买老九 那时候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不至于 对 那你有没有碰到那个 比如说 很长的 比如说老李买老九 可是他是念老李买老九 而不是老李买老九 对的是老李买老九 这个二二三二三吗 可是他会念老李买老九 会他会念老李买老九 就是念就是二三三二三这样 因为我觉得好像连很多摩语者 都不一定能够区分 对 那义华呢 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 我也跟大家一样觉得 一定要交 交的就跟刚刚慧语一样 首先是两个三声 连续出现的话 一定要变掉 这个我一定会讲 那如果说结构的话 其实就看情况 因为有时候 如果是对初级学习者来讲的话 教课文的时候 也会请他们分拆每个结构 像那个老李买老九这句的话 其实本来教的时候 一些很初级的学生的话 本来就应该教他 老李是什么东西 买跟老九是什么东西 所以本来就 虽然那个结构的确分拆很复杂 可是本来在初级的时候 教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要分开教 在念课文的时候应该分开教 所以也不会说 本来就讲的东西 所以就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那讲的时候就顺便多讲 如果有很多个三生在一起的话 怎么去应对等等 所以你觉得在教三生变调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都有语法知识 知道那个买老不是个东西 可是老九是个东西 所以老九要变二三 买老不用变二三 对对对 而且因为可能是老师的习惯 因为我教的话 通常都会跟他们讲 很细的讲每一句话 里面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本来就会讲都不会有浪费时间的情况 那你的假定是那个呢 三生变调要在那个整个就巨法 就是竖兵结构都教完才可以教三生变调 这样次序是对的吗 如果根据我们刚刚讲那个次序 对OK OK好 我也听过 同学们的反应 两个那个同学都讲得非常棒 那我还没有听过说这个不教的 首先就是我到成大 我到台师大 然后到还有一个是哪个地方 忘了三个地方 反正这个三生变调这个事情 我在三个地方讲 还没有遇过同学说不要教的 但是要怎么教的好 大家到最后都只能说就去盯他 那最后那个成细语法的这个 通常大家都会觉得对学生来说太难一点 那不过也有学生说 我们就两段式教法 就是说三三变二三这个原则呢 我们先教 就是在很前面的时候 在初级的时候就可以教 然后就一直教他们三三变二三 那如果学生没有问的时候 就不要再把它扩及到三个字或四个字 那不过到了进阶的学生的时候 再把这个带进来 所以他们那个说法是两个都要教的情况之下 对 那这个好或不好或是怎么教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写一篇硕士论文去 去elaborate 去去详细的详细的说清楚的 首先是语法是什么 然后我们在教材上怎么呈现 然后这个教材我们拿来使用的时候 才知道怎么使用 那现在大家就在讲那个 还不是教学语法 是语法教学的层次 它其实是务实的教学层次 对不起 我有点太中腔 务实的教学层次 它其实是可以用很多的活动去弥补 可是它很依赖教材的编写方法 所以你会注意到各位 如果是线上食物老师的话 你通常是看教材给了你什么材料 你再决定教什么内容 OK 那但是我还是在当代汉语课 必须鼓励同学去把格局放得更大 去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我是这个中心的主管 我要选择一个教材的时候 我怎么样评判这个教材 好或不好 还有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要编自己的自编教材 或是我要编学习的讲义 这个也是每个食物老师都会遇到的 我做讲义的时候 什么要放进来 什么不放进来 什么说 什么不说 因为有时候说多了 对学生没有帮助 其实都是负担 那说少了 到时候老学生问一大堆 对吧 那当然你就是问 你也不能被问倒 你必须把背后的知识 你自己要强化 就是义老师的知能来说 也是要努力去加强 好 那这个三生变调 我们就讲到这边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 生成语法咯 也讲完了教学语法 的一些特质 然后也看了三个实例 那我们来做一下比较好了 理论语法跟教学语法 有什么不同 首先理论语法 它是语法学者在对语言 事实去进行观察 然后在这个观察基础上 建构出来的一种解释性的模型 跟所谓发现的规则 那教学语法则是在 理论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们就不要管理论语法了 我们就理论语法讲什么 都不需要知道 我就是教学语法 我自己编自己的 就就是写下去就好了 那常常这种 理论语法它很多 很原则性的东西 那教学语法在写的时候 你如果忽略这方面的知能的话 我觉得写不出一个好教材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邓守信先生 他年轻的时候是做那个 Trumpsey是做得很猛的 然后戴浩毅先生也是 所以我认为好的一个教学语法 可以写出好的教学语法的人 事实上他的理论基础都很强的 那我不赞成去写一个教学语法 是让完全不懂的任何理论的人来做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我自己没有从事编写教材 可能我还没有那个雄心壮志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说 这个是不是对的 那理论语法跟教学语法第二个比较 我们来请于涵帮我们念一下 理论语法这个部分 理论语法又称科学语法专家语法 指语法学家的语法学说或学说体系 表现为专论或专注 他把语言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来研究 目的是了解语法的通责 那教学语法的部分 请应联帮我们念一下 教学语法也称学校语法 课堂语法规范语法 只根据语法教学要求所制定的语法体系 他把语言作为一种工运用的工具来学习 目的是学会技能 非常好 OK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比较来比较这两者 理论语法它的目标其实是要明白道理 所以是明语法的理 教学语法则是致用 所谓制语法的用 那所以理论语法呢 它要有概括性 同时也有排他性 教学语法的部分感觉起来不十分严格 以说明的用途为主 但是我刚讲了感觉不十分严格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写教学语法做教学语法可以做得很好的人 通常它的理论语法一定很强 因为他不会十分不严格 不十分严格 OK 他背后的道理其实他是藏在你头 就是以前我老师有一个比喻 他就是说你就是像那个学读书 其实就像那个练武功一样 就是你不管是八大门派哪一个派别 通通一样的 通通都是蹲马步开始的 然后呢 你去学各个不懂的那个武功 什么比如说九阴真经九阳神功 你去学 学会了之后呢 到了你要用的时候 你要真正去做发挥 像那个什么 太极主持人张三峰 他要开始创他自己的一套拳法 他是把所有东西都忘掉的 他把所有东西忘掉之后 他才有办法写出他自己新的东西 不受任何之前的苛究 可是你能说他以前去学那个东西都不重要吗 不是他到一百岁的时候才开始打自己的太极拳 太极拳 为什么讲到这里去啊 but anyway 就是理论语法有概括性有排他性 教学语法呢 他可能不是很严格 通常你说明的用途为主 那主要他很有实用嘛 他要致用 那举例呢 理论语法的举例呢 通常用最少足够的例子就够了 那通常他只是在于说明类别的功能 那教学语法例子本身 他其实是学习的材料 你要考量到你教学语法里面的 那些例子都是学生的学习材料 那所以你要怎么编写 那理论语法的对象 其实是对语言的研究者 通常有一致的兴趣 那教学语法的话是 语言的学习者 所以学习条件不尽相同 也就是说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目的的学生 还是会有所不同 OK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实例了 最后一个实例 最后一个实例呢 叫做辣的方程式 这个我好像有在课本 课堂上讲过 不晓得是周三半还是周五半 不过你我再讲 很快的讲一次 辣的方程式在说什么 就内地有一个俗言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湖南人不怕辣 贵州人辣不怕 四川人怕不辣 然后湖北人不辣怕 这个有没有听过 义华有没有听过啊 我有啊 那什么意思啊 就呃 其实我听过这句话 但我觉得他的意思 就是湖南人的话 吃东西他们都要很辣的嘛 所以就不怕辣 是 但如果辣不怕我就 其实我也听过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 那是不是就是 其实就是湖南贵州 四川湖北人 他们都都可能吃辣 对对对 他们我认识 他们都很能吃辣 可是为什么会做成辣不怕 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即使你次序改变 就不辣怕啊 就是什么 不怕辣 辣不怕 怕不辣不辣 其实事实上 他其实都在讲说 他们能吃辣 不害怕辣的东西 对吧 对 所以基本上那个语意哦 是相类似的 可是你会发现那个不否定词 怕这个动词跟辣这个 那个 你说他形容词也好 说他补语也好 Anyway 他这三个东西的排列 却可以有这种不同的排序 那 哎 聪明的同学可能就会想到 我们常常讲三个东西的排序 有六种 这里有四种 不会有什么次序啊 不会有辣怕步 或者是怕辣步耶 所以我这边故意用火星人跟鱼眼圈 因为这没这种人 没有这种次序 对吧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区别 可是你说 二语学习者 一个华语学习 他第一 一刚开始 他听你讲这个顺口六 他哪里知道 不怕辣是对的 辣不怕也可以 怕不辣还OK 不辣怕也都有人用 问题就是你不能说 辣怕步跟怕辣步 对吧 我们自己母语者可能觉得 哦就这样啊 右边这个就是不行啊 左边这四个 四个句子我都可以用 就是顺口六里头都用到了 可是 你要替那个二语习的人 去想的话 他华语学习者他哪知道啊 对他来说 华语就是一个他不懂的语言啊 那你三个东西这样排来排去 为什么就是右边这个不行 是不是 那 所以呢 你的语法点怎么写啊 待会再讨论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不过我先用理论层次的解释 展示给大家看 那以生成语法来说 因为生成语法就是衍生语法 衍生语法我们常常注重 那个衍生的过程 那只要我可以做一个衍生 做过一个语法规则 或一个衍生的规则 不管是语法规则 像刚刚那个对等连结的规则 这个语法告诉我们 一二三四做得出来 五六做不出来 五六就是没有那个做法 这样就可以啦 所以我的语法可能会长怎么样 首先我先画一个程系结构 湖南人不怕辣是第一句嘛 那我把它画成句子 那很容易就画出来 就是这个我画的很简单啦 就是怕辣是一个动词短语嘛 它是一个成分 那否定词我没有把它另外叫做否定词组 我把它叫做焦点词组好了 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我是为什么 这个不 那一个句子当然有主语了 那主语加上去变成湖南人 所以这个句子湖南人不怕 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 那有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这个句子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可以叫它做 是否定句的结构好了 好那你说老师怎么办 那如果湖南人不怕辣没有问题 那贵州人四川人湖北人怎么办 贵州人是辣不怕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讲过 如果你这个不怕辣 贵州人为什么要讲辣不怕 那一样我们把刚刚那结构画出来 这边这个最大投射 把它多做一个位置 那我们讲过说 汉语里头 我们常常要强调一个成分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移动到前面去 动词前或者是聚首 移到聚首我们叫话题 移到动词前我们叫做宾语前置 对不对 好那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种焦点的 它是一种强调的用法 所以呢我可以说这个辣呢 就是移到前头去了 那根据这个XBO convention 我们可以让这个最大投射是FP 这里有一个位置 所以它移过去 啊自然这边会留下一个遗留的痕迹 次序就变成什么了 贵州人辣不怕 所以贵州人的这个语句呢 它其实是一个强调的句子 它强调的是辣 OK 所以好回到刚刚 不怕辣是没问题的 辣不怕是一种强调的 把辣 我就是要强调辣 对不对 四川人怎么办 四川人怕不辣 那我说四川人的其实是一种补语句 什么叫做补语句 就是四川人是主语没问题 动词主里头有怕动词 那怕的一个整个补语叫是一个大句子 那这个句子里头是一个无主句 没有主语 主语是空带词 所以什么东西不辣 这个东西是整个小句子 所以四川人怕某个东西不辣呢 他还怕你不辣呢 对吧 所以意思解读也会变成说 他喜欢辣的意思 可以吗 所以这是一个补语句 OK 好 那有补语句的话 那最后一个句式也简单可以导出来 就是湖北人不辣怕 你说这个最难了 为什么 湖北人 本来那个刚刚补语句 四川人怕不辣长得这样吗 对不对 湖北人怎么弄 湖北人呢 他可以是这个补语 也是一样 当做一个焦点往前移 所以就会变成 湖北人不辣 他会怕 所以语句就变成了 湖北人不辣怕 OK 所以我们只要有两个结构 一个叫做补语句 然后一个叫做否定句 这两个句子就会衍生出四个结构 那又就是我们刚刚讲预料里头的前四个 是可以的 OK 那 现在回到这里了 那么华语教学语法怎么办 首先是这个辣的方程式里头 你怎么跟学生讲 顺口溜 左边四句可以 右边不行 我绝对不要叫同学话术给同学 给学生看 那你必须知道左边是可以 所以你不会造成一个并句 是右边的句子 对不对 可是学生会有这样犯错 OK 所以首先 这种排列次序的问题 教不教 教的话怎么呈现 因为你绝对不可能像我刚刚这样子 话术给学生看 对不对 那不教的话 学生有没有办法从其他的方面 其他的在华语学习的历程当中 去习得这样子的知识 也是一样给同学一分钟讨论 然后等一下请心地跟惠语 说说看自己的想法吧 好心地 准备好了吗 你觉得 首先是 教不教 否定词跟动词 还有补语的相对次序这种 教不教 我觉得可以不教 因为感觉这种语句 不常用 就是 就是只要教常用的句型就好了 像是 不怕辣 像其他的 怕不辣 不辣怕 好像 不太常用 不辣怕在台湾是几乎不用 如果你口语来讲 我搞不好会表它是并句 对 但是 对 但是这个顺口6里头是用到 所以 如果在课本里头 出现这个顺口6 学生也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那如果4是可以的话 那干嘛5不行 对不对 那 你的意思是说 不教嘛 对不对 那 顺口6本身也不教吗 你不喜欢 顺口6这种东西吗 就是 顺口6 像是 妈妈 骑妈妈 骂 骂骂骂骂那种 就是 像这种声调的 可以教 但是如果是这种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用教 所以声调的话 可以并在刚刚那个 教声调的时候教 对不对 对 因为就是声调 好像就是 他们比较常有的问题 然后 也可以借着顺口6 让他们 就是 更加知道声调的 差别在哪里 嗯哼 好 刚刚是说 心体很好 心体很好 那刚刚是讲谁 慧宇是不是 慧宇还没讲 慧宇说说看 你觉得 我的想法应该跟行帝差不多 也是觉得 第一个句子 比较常用 可以教第一个 就是 类似第一个句子的句型就好了 嗯 那第二个教不教 嗯 什么 辣不怕教不教 辣不怕 我觉得 应该不会教 那怕不辣呢 嗯 嗯 二三四应该都不会 那学生如果 拿三句 第三句来问你 说这老师这个可以 是病 是病句吗 或是老师 学生根本在课堂上 他本来要说 呃我吃 我吃东西不怕辣 可是他偏偏说 我吃东西怕不辣 你会揪他吗 嗯 我应该 不会纠正他 但是可能会跟他说 就是为什么这个可以 就是可能怕会 嗯 不辣就会变成一组 然后怕 就是用 跟他说 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怕 不够辣 很好哦 所以就是不主动教 嗯 然后出了第一句 因为第一句是最普遍用的嘛 不主动教 可是如果学生拿 其实可以的句子 比如说第三句啊 问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讲 一句跟三句的区别 对不对 嗯 对 那如果 学生拿 在课堂上念念错 他本来要说 呃我吃东西都怕不辣 可是他变成说 我吃东西都怕辣不 或是我吃东西都辣怕不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嗯 可能有 但是就是也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纠正他 就是变成比较常用的 不怕辣这样 那如果学生说辣不怕呢 比如说 我吃东西都都不怕辣 这个是对的嘛 可是他就说 哎我吃东西都辣不怕 辣不怕 对 俄语习得着你很难去假定他会 会什么不会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母语的语句是什么 对 那不怕可能也是 但是我觉得辣不怕在台湾也比较少会讲辣不怕 对对对 二跟四其实是稍微少见一点 不过这又有另外其他更复杂的议题就是 我们觉不觉得哪一种方言是标准语 那是不是不讲 是不是不符合标准语的说法 我们都叫做是兵句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吗 对不对 很大 我们要思考念 很好 两位同学都讲得很好 对 那首先是 重点是我绝对不会是因为我自己是学行事语法的 然后就说 哎你一定要画树状图给学生看 这个我再讲一次 但是 老师必须很清楚的知道 有1234跟56句这样子的差别 就是有一刀切两段56是绝对怎样都是并句的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讲了24他可能是模拟两可或是某些方言常用 可是其实事实上在台湾是不常用的 逸华你的方言是什么 广东话 广东话1234都可以吗 因为广东话他可以说走先 比如说我走先 其实他把修士语就是副词性的成分放在动词的后面 其实有时候语序还是有可能是跟台湾的华语不一样 可是在这个情况应该不会不会有不一样 所以一样是1234是可以的 56是不行的 你可以说1234都可以 但一是比较好的 OK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取得一个共识 就是大家觉得一是最好的 对不对 好那刚刚还有一个议题是有趣的 就是说顺口溜这种东西 那顺口溜这个 这种是不是适合做我们教学时候的材料 或者是说你当他 你收集这个很多老师很喜欢用这种材料 可以让上课比较活泼一点 可是你什么时候用 其实是也是很有 就是你很必须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细心的老师的话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那我觉得同学很棒的地方是可以区分出 就即使在1234剧里头 你还可以区分出他的等级差别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同学有讲说 我会跟同学讲说不能说这个 那有时候学生就是会一直追问 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或是说你必须研知成理 至少你必须讲出一些东西 或是你自己必须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像禁忆词也是一样 常常会什么高兴跟开心 常常就是会有学生说 老师高兴跟开心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就说其实几乎都是经营词 那其实你只是去看他用法 其实很多不一样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老师背后的知能有多大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实际就讲到这边 那接下来我要最后要说明的就是 算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总结一下 那在总结之前讲一下 生成语法我们刚刚讲完了 教学语法也讲完了 然后最后要给大家看一下 生成语法的规模跟部门 那个这边请余涵帮我们念一下 根据乔摩斯基的构想 语言的法则是由数个 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部门组成 简而言之人脑中有一个词典 和一组取词造句的规律 造出来的句子分别送到 语音部门和语意部门加工 转化为人类发音系统和认知系统 能够处理的素材 这个理论一般称之为生成语法 它和上述的生物观结合起来 便产生了普遍语法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人类在孤孤对地前 已经有一套语法的雏形 其内部具备功能护益的模组 只等婴儿成长过程中 词汇的增加与参数的设定 就大功告成了 这也是小日学语特别俐落的原因 成人大约在青春期过后 习语本能就开始退化 和成长渐缓同为发育成熟的迹象 所以以这个构想来看 其实它最早最早是 如果你知道在1960年就一个 语言学家所序额 我不确定那个年份 不好意思先不要讲 那个确切的年份好了 语法的那个规模或部门 这种想法 最早是索序额的符号三角 给大家带来的启发 那符号三角的说法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语言有声音的形式 叫做signifier 就所谓的意符 那也有概念的面向 所以一个词 它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 概念的结合 所以除了声音的形式之外 它有意义的部门 那它还有在语言系统当中 它的符号 所以这叫做符号三角 是非常有名的 索序额最早提出的 那Chomsky的学说一开始之后 这是我在课堂上常讲的 在60年代70年代 早期生成语法的一个模组架构 其实是长这样的 所以每个语言都有它的词点 然后这个词点呢 每个语言也有它的词组规律 那词组规律就是比较属句法面的 那当你的词点里头的词 去填进词组规律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 那深层结构呢 跟实际的语句 所谓的表面结构呢 中间有许多变形规则 可以去做变化 所以你在对深层结构 可以做一些删略 新增移位等等的 所以比如说主动句变成否定句 就要变 一般句变成否定句 就是加差 对不对 那比如说话题 那可能就是疑位等等 那这个表面结构呢 又会有它的语音形式 跟意义形式 分别是PF跟LF 所以语音形式跟逻辑形式 这是早期深层语法的模组 那它有经过时代的改变以后 有不同的那个演变 所以到了80到早期的90年代的时候 就变成管辖约束理论 所以呢本来的这个看一下 词典的部分没有变 可是词组规律变成了一个结构的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 叫做X标杆框架 就是我常常在课本 在画那个就是中心语呢 会投射出一个bar level 然后这在网上投射之后 上面有一个xp 有没有 就是两层的那个 两叉结构分两层的那个 那这个东西呢 一样会有形成一个语句的生成结构 然后生成结构跟表现 一样有一些语法规则演变 那这些语法规则呢 其实通称为move alpha 就是不论是你是删略 就是移位删略或是什么都在这边 然后因为这个规则非常多了 所以它就叫做任意移位 move alpha alpha是任意东西的意思 那表面一样还是有语音形式跟逻辑形式 那逻辑形式里面还有一些隐性移位的内涵 所以这个理论的这个模组经过了这样改变 那到最后近代的时候 有一个Chomsky学派就把他的那个 本来的这个大大做了一个改变 他把生成结构跟表层结构通通都取消了 所以声音形式跟逻辑形式还是存在 那他们各自对应到 这个所谓感知发音系统跟概念异想系统 可是前面的这个 那个derivation 所谓的衍生的部分都不见了 那句子的构造呢 就是简单的来说 就是盘点 盘点就是把找出词项里头的词 那接下来合并 合并就是把词做粘结 一个一个粘起来变成一个句子 然后到最后 现行就是说出来 就这样 很简单 所以你看本来这个复杂的 这个 复杂这个 那个Bin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Binding Principle里面 这个复杂的那个内部的框架 已经变成这么简单 叫做Minimalism 违言主义或者是罪检方案 也有人这样分 罪检方案 一些内地的书可能会这样说 好 那不管怎么样 给大家介绍到这边 那接下来最后做一个总结 结语 我呼应到我们的主题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我们深层语法去看花语教学 或是教学语法 回来看深层语法 其实它是一种 我本来的标题是困而后学 学以致用 那其实换句话说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互为因果 互为所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理解 它们之间互相的关系 语法理论呢 本身来说是一种抽象的演算 是一种理 是整个一本大书好了 它里头有许多不同的章节 那理论书里头有不同的细项 我们叫做理论语法 所以会有不同的语法规则 那语法理论跟语法规则呢 这些理论语法都是 在你可能在大学成绩 要到研究所成绩上才会学习到的 那这些东西对于教学语法 其实我们必须 都会有影响 这就是我刚刚讲说 教师知能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能力 去写好的教学语法 其实跟你的理论根基 是很有关系的 那教学语法 其实落实在教学层面 它叫做语法教学 就是所谓的实践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 全全的互相关联 它都有它的界面存在 理论语法跟教学语法的界面 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的 那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他们应该是可以互为因果 互为所用 那语言学跟华语教学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不同的学科 它语言学的来说 大家都常听到语言学 它有不同的分支 跟不同领域 比如说跟心理学 有这个心理语言学的分支 然后脑神经语言学 跟脑科学的分支 然后文化跟语言学 也有它的界面 社会语言学 历史文献学 那当然我们的应用层面 就是所谓华语教学 跟语言学也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大家都是以语言学为中心 以语言这个东西为中心 在环绕的 OK 所以比如说 数理语言学或语言哲学 这个我不晓得 我们在学校也可以找到什么专长的老师 也许中文学的那个领络网吧 那计算语言学的话 语言学研究所有个谢书凯老师 社会语言学的话 蔡依林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文化学大家知道 我们有汪君远老师 心理语言学的话 语言所有这个李嘉玲老师 然后还有这个 就李嘉玲老师 那还有他 他其实是脑神经语 脑神经语言学 那心理语言学的话 心理系好像也有一些老师 那历史语言学的话 中文系有张立丽老师 他是一个专家 这方面的专家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以华语教学为中心 将来大家会处理的论文的题材呢 大概就是跟应用 应用跟语言学 语言的理论跟应用之间的界面去处理 那当然你如果对这些领域有 兴趣的话 我刚刚都分别提到了一些资源 你可以去善用 最后我要说总结了 语言学家他们对语言的本体有一些关怀 那我们华语教师也有我们的终极关怀 那首先我来念语言学家 从分乱的表现成语书规律 使之各得其所 这是研究语言通则 即普遍语法的一种争议 那也就是语言学家的终极关怀 这是我常讲说 语言学家的使命是这样 可是华语教师呢 华语教师的终极关怀跟使命是什么 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 也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落实的很好 但是这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们再来告诉我 你们做了什么 对在这方面 那个新地帮我们念一下 从分乱的表象下 第二个Bluetpoint 华语教师则应该做理论语法 以及教学语法 甚至于是实物教学之间的桥梁 把简单使用的理论语法 以及后用务实有用的教学带进课堂 然后最后我的总结就是 语言学家很丰富美丽 那语言学家会去归纳 不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那不过呢 这些东西 这些事理应该要能为所用 那既然 大自然给我们出了这个难题 那相信也会有一些很精彩的答案 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咯 这是我的结论 今天感谢大家的细心聆听 感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